哈啰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亮维 今天呢 我就要来看一下 YES STYLE的衣服 还有一些首饰 这些衣服呢 一部分是我自己买的衣服 一部分是YES STYLE 他们寄给我的 所以呢 等一下我就会开箱给你们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我都买了些什么 然后给你们我最正实的评价 就是那一段行动管制 在澳洲不叫行动管制 可是就是他们鼓励我们不要出门嘛 就那段时间就抱着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还是可以出门的那种 心态 所以就买了一些衣服 对 然后现在澳洲这里是 其实是冬天 我买的这些衣服呢 都是比较适合春夏的时候穿的 就想着我过后回马来西亚的时候也可以穿嘛 所以就买一些比较实际的衣服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呢 第一款要介绍的就是这一件 我手上穿的这一件 我真的超喜欢这一件的 真的差不多是我里面买的 我最喜欢的一件 它就是长袖 可是它这里是短的 就是 有点保守 可是又有一点设计感 这样 这个领孔呢 是属于比较开一点的 就是会可以看到你的锁骨啊这样 蛮适合 就可能去shopping center可以穿啊 比较冷的时候你可以穿 它会有一点薄呢 可是又不知道太厚的那种材质 因为它是属于这种薄的 就是cardigan这样 然后有些人呢 他们就会 这边都unbutton 然后里面穿一个比较好看的内袋 然后再来有一种穿法呢 就是里面穿一个 抹胸的那一种小内袋 然后外面再套这一件 当成是一个就是外套来穿 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非常地贵 然后我在yes到看到这个 我就立马下单了 超开心的 找到这个 就可以配一个牛仔裤 就已经是很好看了 有时候想要穿cute一点 然后又不想花太多心思去打扮 这一件就是我的go2啦 然后接下来呢 我还买了这一件 登登 这个是一件T恤 它这个是属于有一点半oversize 它的那个肩膀的那个 柴线是缝到肩膀的再下一点 可是又没有到很下 所以它就是属于 中oversize 穿起来就有一种用来的感觉 可以这样子绑起来 或者直接塞进去一个牛仔裤 或者也不用塞 然后就这样放出来 可是它这个长度呢 就没有到很长 所以会建议把它塞起来 会比较好看一些 这个的quality呢 我就觉得没有到那么的好啦 可是比它价钱来说 我觉得还行 因为它还是会有一点 就是会起毛的那种感觉 就我也才洗过两三次 然后它就有点起毛的感觉 然后这一件的话呢 我其实一开始拿到的时候 它里面有一个地方 是有一点小肮脏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的 厂不干净还是怎样 可是一定要拿去洗的才拿一串 然后第一次洗 建议大家就是用手洗 然后分开来洗 不要和其他的衣物缠在一起 因为就可能会脱色 可是过后洗都没问题了 哦刚才忘了讲这一件的那个quality 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啦 就是它不会讲很容易起毛球 而且洗了过后也没有缩水 接下来呢我还有买了一件 就是也是类似这样子的 就是这一件啦 OK这一件的话呢 这边是比较V0的嘛 所以还是可以当作就是 只是外套这样子穿上去 就开完这些扭扣 然后当作外套套上去 里面穿了一个crop top 或者也可以直接这样子穿 我是很喜欢这两个颜色 就是都是很那一种 很colorful 很fun的颜色 就看了你就会觉得 哦一种cute outfit 就很喜欢这种颜色 非常简单的设计 可是呢又非常的俏皮可爱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入手 像这样子一两件短的长袖衣 因为它们都是长袖嘛 可是它就是 又是crop top这样子 我觉得穿一个crop top的话 最好就是配一多一个长裤 短的上衣又配短的裤子 就有一种 就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如果你要穿就是短短的话呢 下面可能就 襪子的话就穿高一点 或者就是穿那种靴子啊 就会比较好看 配短裤也是蛮好看的 可是就是要选择那一种 比较高要的短裤 对 这个呢比起这件的话 我觉得它洗得过 它有一点缩水 所以就看你们自己的考量 我自己是认为 以它的价格来说 我觉得是可行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澳洲嘛 然后 买淘宝的话 就蛮贵的 运费那些 所以就会在夜室上面买 你们也可以去找一些 别的店的这种款式 我真的超喜欢的 有不论我instagram的人 应该会知道 因为我就连续po了好几张 其实都是穿这两件衣服 接下来呢 讲完了衣服的部分 我们现在就要来讲 裤子的部分 其实我裤子也只买了一件 然后买了两件 就是短裙 现在就给大家看一看 超兴奋 因为我买到的这几件 都是我真的很喜欢 就我买了过后 一直都在穿的 就超喜欢的 第一件呢 就是这一件 这个是一个短裙哦 这个短裙的话呢 它非常的短 可是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呢 它里面有裤子 它有一个这样子的裤子 而且它裤子呢 它下面就是缝的 颜色是和这个 颜色是一样的 所以就人家看不出 它是里面有多一个裤子这样 所以我觉得超棒的 这个也是看到很多 就是欧美的blogger 他们都在穿这样子的 就是配这个呢 上面配的一个 长袖的 真织的那些衣服啊 就可以塞进去 或者穿 ear crop top也是很好看 然后我就想着 虽然现在是冬天 不是很适合穿这件 我是想说 过后回去马来西亚 所以还是可以穿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size呢 for我是刚刚好的 就它不会太大 也不会太小 刚刚好 所以这个我也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 呃 good buy 然后我觉得品质是蛮不错的 有吓到我 就是它摸起来 不会像那种chipchip的那种布置 所以我觉得很好 接下来呢 我要接受的是这一件裙 登登 就是我这一次买的都是 那些欧美blogger 它们很流行的穿搭 它这个呢 就是短裙咯 给你们看它大概的长度 呃就是这样 它这边下面 它有一个小巧思 就是它有这样子 砍出来 这边两边都有 所以你穿起来的话呢 就会露出一点点的腿 我觉得非常好看 而且它的格子呢 是我要找很折的 有时候那种格子呢 很容易买到就是太 老土啊 或是没有这么好看的那种格子 真的是要精调细血 才可以找到 比较好看点的格子 这一件呢 就是那一件啦 所以然后看到它就立马下单 没有啦 没有密码啦 当然是有货笔上加一下 我觉得这一家的 看到人家的review 都还不错 我就买了它 我觉得它唯一的缺点 是它有一点薄 可是它是里面 是有两成的啦 可是我还是觉得 它有一点点的薄 而且它没有伸缩性的 所以要真的是 买适合自己的size的 买的是S size 然后我觉得 还蛮fit我的啦 然后我觉得它的长度 也没有到太短 所以我还蛮喜欢的 可是你坐下的时候 可能要小心一点 然后这一个也是 洗了过后 没有什么问题啦 可是比起这一件呢 我觉得这一件的quality 会好一些 现在介绍你们 最后一件 买的衣服 配衣服裤子 登登 这件呢 我真的穿了超级多次 一直穿一直穿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它就是高腰的嘛 然后它很有伸缩性 所以穿起来非常的舒服 然后它下面呢 这个是宽裤脚的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宽裤脚 这个呢就可以搭配 可能一个crop top 再配一个外套 其实我觉得不要配外套 是会比较好看一点 可是因为现在 这里太冷了 所以一定要配外套 然后它的quality呢 我真的觉得很好 就是穿了不会觉得 好像痒痒 你知道有时候 买一些那些 比较便宜的衣服嘛 它们的quality就不是很好 然后穿了过后 就会有一点痒痒的感觉 可是呢 我觉得我买了这几件 都没有这一种感觉 可能这一件有一点点啦 我觉得 对 在这几件里面 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这件裤子 啾 OK 现在呢 讲完了衣服和裤子的部分 就要来给你们介绍 首饰的部分了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现在手上戴着这个 戒指 我觉得它的quality呢 我自己本身是 比较不容易皮肤敏感的那些的体质 我戴了过后 我不会痒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也不会跟大家就是讲太多 你们还是要自己衡量一下 我就是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款式 然后还有这个pin 它是四个一起来的 虽然现在那个pin的流行 好像有点小褪去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 是一个很好看的hair style这样 就有点小装饰 你可能去约会啊 或者跟朋友出去啊 就是可以 别一个小pin 就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拍照的时候 都是这些 头饰啊 首饰啊 来为你的照片加分的 就是如果单单只是outfit的话 就很boring 所以 就是要夹一点首饰这些 来让整个照片比较 很丰富一点 还有这一个是挖子 那就不多介绍了 耳环 耳环有几对 这是一个蝴蝶的项链 现在不是很流行蝴蝶吗 就那个instagram的filter 可是我觉得呢 它这个链有点 像是那一种 就是你知道以前 买金链的那一种 如果它是细一点的 我觉得会更加好看 然后还有刚才有开场的时候 带的那个项链 啊 开不到 啊 开到了 对 它就是这样子的 双唇项链 单色的衣服的时候 可以 戴个项链 差不多就是这样 今天的那个 yes style购物分享影片 就是到这里了 如我影片所说的 就是有一部分呢 是我自己买的 有一部分呢是 yes style他们寄给我的 不过我评价呢 都是我真实的opinion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物 大家如果有看到 自己喜欢的piece的话 就快点去下单 今天的分享影片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这样子的购物分享影片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我就会做多一点 所以你们记得 要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这样子我才会知道 你们是喜不喜欢这样的系列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记得要按赞 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下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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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